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就是从Google flight 来找那个机票 首先呢你打到这个website google.com travel slash flight 然后他就问你你从哪里到哪里 你可以写的就是从多人多到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打进去以后然后click search 好了他就出来那个机票了 然后你这个时间你可以选的 他现在是Sunday July 16 你click一下你可以选到8月 比如说我选到8月1号 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他这里没有了 7月 那我们就按他在这个7月份的吧 就是7月比如说7号 其他没有就是21号吧 选21号 然后down这里 好了 那么这里的话你就看那个价格 这个这个是不同的航空公司 它的价格不同 你看哈 Air Canada Air Canada 还有这个国泰的Catty Pacific 然后你这里呢 一般我就是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做中转的 一般我就是选了就是不要中转的 non-stop only 然后你就看了 选了这条件以后呢 你看只有国泰的留在这里 而且你看它的价格是5000多 这个Google Flight 好像找不到那个中国的航空公司的那种 在这里找到 你非要到那个海南啊 什么这个东航啊国航啊 这航空公司找 或者说 你就要去跟旅行社的人就是联系 看他们能不能帮你订到 这是DIY怎么找这个Flight Ticket from Google Flight 但是我发现呢 你这样找的话 可能要比这个旅行社帮你订的要贵 但是你至少在这里呢 可以像Air Canada 或者别的国家航空公司 或者美国的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知道那个价格的情况 这是Flight Ticket 那么下面呢 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住的多人多 现在要回广州 或者回中国的广西南宁 然后这是最近开通了一条航线 就是那个香港的那个国际机场 可以坐那个两个小时的船 直接到广州的叫做爬州码头 然后从爬州码头你再转到广州南站 去坐高铁啊 或者动车 这一条很新的那个线路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啊 那个线路的那个情况 这是第一步 你可以skip第一步 怎么找这个Google Flight Ticket 好了你看这个就是从多人多 国际机场飞香港 然后到爬州港的那个票 这是我朋友最近订的 你看它YYYZ就是国际机场的那种代码 然后到HKG就是HK International的那个代码 它是9月20号凌晨1点40分 就是我们所讲的红眼飞机 就在飞机上过那个夜的起飞 然后21号9月21号5点就到了那个香港国际机场 那么它那个这个旅行社很好 直接就给它订好了 从香港到这HKG到PFT PFT就是爬州港口的那个代码 它5点钟到 然后你看有3个小时给你那个活动啊 吃东西什么 8点钟的船到10点 然后你在香港下飞机以后 你不用去取行李的 你直接就按照那个香港机场的那个指示牌 好像是E2 你直接就按照那个通道走去 然后你就给它票 就说我这个船票18点的 他们那个船 船务公司就自动给你那个取行李的 所以这个很方便 但是你像我们在Google flight 来找票的话 它那个船票拿的 它就是无法给你订的 你看它旅行社这样子给你订好了 所以很方便 就是这个红眼飞机 有一点是提醒大家的 就是你看 它是9月20号的凌晨 那么你非常要注意 你在9月19号的晚上就要去搭飞机 不要等到9月20晚上 那已经是21号的凌晨了 所以一定要提前一天啊 这个这个坐红眼飞机的朋友们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你坐红眼飞机的话 一定看到凌晨的话就提前一天的 前一天的晚上 你就去机场坐飞机了啊 这是回去那个的票 下面呢我们就要讲回来的票 那现在就是从爬州港 就广州爬州港到那个多人多的机票 那我朋友这个就是 它是 我忘记了 这个是10月25号 它就中午11点半从爬州港离开 然后1点半就到香港机场了 你在爬州港的时候 你就把行李给这个港口 你就不管了 因为他那个船务公司呢 到了香港机场以后 他就自动把那个行李搬到你要去的飞机那里 怎么上上飞机那你就不用管了 他他坐的飞机是10月25号的那个下午5点45 你看17点45离开的 然后这同一天 因为我们这个西方的那个多他十几个小时吧 同一天的就是这边的多人多的时间是 10月25号的9点就到达多人多了 Terminal 3 所以你看这个 从广州爬州港到这个多人多呢 就是 就 一上上那个船你就不管那个行李了 所以这个很方便 但是你说我又不住在那个广州的 我要提前那你就要提前一天 就住在那个爬州港附近 就是找个旅馆住了 然后再坐船 因为你要是从比如说你从南尼啊那种 就敢 你担心他11点半你就是人家要提前上船的 提前多长时间一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不知道 提前上船 但是你最好就是提前一个晚上住在这个爬州港附近的酒店 然后第二天坐船那你就就很轻松自如了吧 不要感到那么着急哈 那么下面呢我我也是从那个网上给我朋友 这个找出来了广州地铁啊 怎么从爬州港到广州南站的那个线路 给他准备的啊 这个就是飞机票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从啊网站上 下来的那个广州地铁的那个地图 啊我主要就是看三个三块地方啊就是一个就是广州南站一个就是爬州港 呃另外一个就是呃国际机场 那我们先说一下你看就是你的那个到了从坐船从香港国际机场到了爬州港以后 怎么来到广州南站去坐高铁啊还有什么呃 动车啊回到呃全国各地 那么在爬州那里他有地铁的先坐八号线 你看这个从八号线从这个呃从东往西走 然后到昌港我看那个网站上说就坐八站到这个昌港下车 然后再转二号地铁你看你你数一下那个点点也是八个站 然后就在广州南站呃下车 那么你在广州南站下车你也不知道就是呃怎么坐那个高铁啊 或者动车去南宁啊或者去北京或上海其他地方 你要先当楼一个啊那个铁路的12306 然后真的那个APP呢 你就可以寻找你啊那个时刻表 但是呢你要是外籍人士的话 你第一次回去你拿的是护照 你非得要到窗口去买 但是你你的护照订过一次的话 你就可以在网上提前订了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新护照 那那没办法你到广州南站以后 你就要去窗窗口那去问我 比如说我要到南宁要几点钟 或者我到青州要几点钟的 他就会给你告诉你什么时间 就给你出票的啊 这个是呃从多伦多到香港到爬州 然后再做动车的啊大概一个这样的线路啊 其他呢就是你比如买啊转到温哥华转机的 再从温哥华回上海啊回北京呢 那种就可能啊就不用那么复杂了 因为你住在北京上海那种就不用转车 但是呢我发现这条线路做 因为现在做动车和做那个高铁还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呃香港那个机场开通这条线呢 爬州港这条线呢是4月18号今年才开通的 以前都没有的 以前你就要到蛇口那边去转 蛇口然后再坐地铁到那个深圳 那个去转那个高铁 呃另外一个我发现好处呢就是国泰呢 他好像几乎每一天都有航班 只有一天没有啊南方航空公司前面几个月呢 好像每一个礼拜只有一班好像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 所以你你买票的话你就发现南方航空公司 虽然直达到广州但是呢他就是一个贵一个班班机的次数少 啊这就是我讲的这个啊从香港那边走的这个啊 啊线路啊是这样走的 那这个就是中国铁路 你在那个apple store你的手机假如是apple的话 可以download这个rayway12306 这个就可以让你查全国各地起点到终点的各种铁路 高铁动车啊你记住这个这个牌子 那这个我的朋友他download那个app以后呢就要铁路12306 他就因为他到了广州爬州再转广州的南上他要回广西青州 所以呢你想他8点钟的船票10点到那个爬州港转来转去 他可以就是定到16点03分比较最后一班的这个动车 啊回回那个青州是吧 然后他说历时4个小时27分4个小时回到青州了 所以你看这样就很方便了 你你又不用在坐飞机 又你看有这么多班次 要是你赶了早的话 11从11点41分呢就可以有了 但是你怕你万一不熟嘛 因为从那个爬州到那广州南站你遇他一个小时吧 就是吧啊你转来转去的你遇他几个小时 然后你就是比较担保保险点的最后一班车4.03分的可以到了 然后你到南宁的话你就打到南宁的 看到那个schedule的时刻表有什么到的 所以很方便的这样这条线我觉得这样做